中国严格防疫引发民愤和抗议之后 据报未来几日将会宣布放宽防疫的措施 预计政策可能会有显著的转变 庞希伦报道 中国今日汇报新增近3万5千宗感染个案 疫情并未放缓 但官方媒体和政府官员的言辞 都有对防疫立场软化的迹象 负责防疫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 今天表示 Omicron变异病毒的致病能力正在减弱 中国因此可以改善防疫措施 外界普遍认为 这个是中国当局态度出现转变的里程碑 可能是清零政策结束的起点 路透社也报道 有知情人士透露 中国未来几日即将宣布放宽防疫政策 包括减少大规模病毒检测 和允许居家隔离等 而包括广州、重庆和郑州等疫情较严重的城市 最近都已经宣布放宽限制 虽然官方未提及全国多处爆发反对封控的抗疫示威活动 但白纸运动对当局造成巨大压力 同时也引发国际关注 包括加美、日韩在内不少国家 都有民众组织示威表示支持 另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格奥尔基耶娃 下星期将与其他国际机构负责人 一同前往北京与中国讨论经济、新冠疫情 和债务減免政策 他日前接受媒体访问时 曾敦促中国取消大规模封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